在今天头条我们要看的是 当世界上有越来越多反乙军持续狂轰猛炸 加萨走廊说要歼灭哈马斯 当全世界有更多的抗议示威 几乎都针对着反以色列军队现在的进攻而来 以色列政府似乎决定要用他们的方式向世界陈述 以证他们的视听 他们回到了哈马斯 10月7号就是那一天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袭 他们闯入了通宵的户外音乐节 对狂欢群众开枪扫射放火 那时候364人死亡 而这个音乐节的制作人当时也在现场 他现在回到台拉维夫 他办了一个展览仿佛是重回现场 他把鞋洗音乐节的所有取回来的鞋子 包包 太阳眼镜 这些可以堵物私人的遗物 全部都放在展场 还有充满弹孔的流动厕所 当时被哈马斯人烧毁的汽车 也就是向世界述说 这个大屠杀是这样子起源了 同时纪念遇难的受害者 以哈冲突重新开战 以色列持续挺进加萨南部 边境城市拉法都有民宅遭到炮轰 而美国明确表示 反对以色列在加萨设立任何的缓冲区 一整排流动厕所 有的到有的倾斜 拉近一看还能看见被枪支扫射过后留下的弹孔 10月7号 以色列南部举行的音乐节 成为哈马斯袭击的目标 现在以展览的形式重现在世人面前 当天音乐节的制作人也在攻击中受伤 他特别在台拉维夫策划了这个展览 表示要让全世界都看见音乐节上发生的事情 这场音乐节是以色列史上平民死伤最严重的事件 有至少364人被枪杀 殴打或者活活烧死 展览上能看见从现场取回的烧毁汽车 打开到一半的帐篷 以及来不及穿走的拖鞋 另一区则展示大量的个人物品 有一整箱的化妆用品 太阳眼镜 还有车钥匙等等 开幕当天 以色列总统和他的夫人到现场 亲自触摸这些物品 纪念当天云南的临终 以色列估计共有1200人在南部袭击中上升 不过以色列也随即对哈马斯展开反击 据加萨官员表示 已经有16000多名平民为此牺牲 6号在加萨最南端靠近埃及边境的城市拉法 一处民宅找到轰炸 整栋建筑的墙壁都被炸出一个大洞 废墟中有小女孩惊魂未定的被爆出 还有不少民众只能用徒手挖掘找生还者 根据巴勒斯坦医疗消息人士表示 这次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 还有多人受伤 以色列军队不断向南部挺进 甚至传出已经突破最大城汉尤尼斯的防线 对于当前的局势 以色列的政治学者痛批 总理纳坦雅胡这两个月来 只展示了继续掌权的野心 但根本没有任何应对战争和其他问题的战略 目前哈马斯手上人握有大约138名人职 包含8名泰国人 街上民众也普遍对以色列失败的国安感到失望 美国6号表示将反对 以色列在加萨设立任何缓冲区 重申不希望冲突结束后 巴勒斯坦飞地的面积缩小 因为这违反华府长久依赖的立场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